这些看起来特别有艺术感 但其实是一个取酒期 酿酒师会定时取一些酒出来 然后水尝一下 哦你有没有听到我讲话有回声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在这里我带你曾经在世界各地美酒的怀抱中 花到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竞节 哈喽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之100个酒庄系列 今天我带大家来Napa的一个酒庄叫做Quintessa 这个Quintessa究竟有什么样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去今天探索一下吧 这是一款用黑皮诺做的Rose 这类玫瑰葡萄酒 很多人都问说葡萄酒里面的酒精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们是不是自己加了酒精进去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葡萄采摘的时候它们里面都会有很多糖分 所以发酵的时候把酵母加到这个钢子里面 酵母的作用是把葡萄里面的糖分给吃掉 所以我们说很多葡萄酒是干型的 就是因为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残留的糖分 我们已经得了酒庄同事的允许可以去他们的最高机密 就是他们的实验室里看一看究竟 这就是他们酒庄内部的实验室 这一般都是不给进来的 所以不是有很多酒庄是都有这样的一个设施的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每周或者每个月都要查一下酒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我就带大家来最底层还有他们存放木桶的那一层看一下 这个酒庄Quintessa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会采摘不同的葡萄 不同的葡萄冰种会放在这两种不同的钢子 像这种水泥的发酵桶 它是可以让你有一些氧气进入这个桶里面 发酵的时候会把丹宁变得很柔顺 然而像这种不锈钢桶 它是完全没有跟空气接触的 它是适合去发酵一些 喝起来比较顺口的一些葡萄品种 像梅洛啊 就会放在这样的钢子里 那么像赤霞猪这种皮很厚 丹宁用很高的葡萄 就会放在这样的水泥缸里面 让它跟空气有点接触 让丹宁变得顺 然后最后再把它们混酿在一起 这其实是他们酿酒师自己化的 他酿酒师不仅亏酿酒还是个艺术家 这是用来发酵长江湿用的一个水泥袋 这酒庄叫Quintessa 在智力雨里面 Quintessa是5的意思 他们买了这块甜之后 发现是有5个山丘 还有5种不同的气候跟风土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巧合 他们把170多的葡萄丁分为26个瓜 就是你看到的小小的 这一块总共有26块 最后他们混酿 是会混酿的所有26块 里面的葡萄丁 然后我们去看他们放纸 像不同成酿的领 这些看起来特别有艺术感 那我其实是一个取酒器 酿酒师会定时取一些酒出来 然后品尝一下 你基本上把他们放进去 一个小的盒子 你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它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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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酒窖吧 我们现在在囡团的囡团 我们有17公里的囡团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囡团里的囡团 我们在囡团里面 我们有17公里的伦亚 这些是一个很大鞋 很多的囡团 这样就像这一块 有什么一系列 其实第二支酒 是一副 泥丁分跟山河 现在我们在囡团里面 甚至可以混合到 那些木头 所以这是一部分 这大壤酒窖 这一边有很多酒窖 黑酒窖 它是會裝置濕濕氣、冷氣等等的 但它這個完全是 我現在都能感受到很冷 它的濕度要保證在75% 不然呢,酒液會在酒桶裡面揮發了 揮發了就是不好的 因為揮發了之後,中間有縫隙 細菌就可以在木桶裡面生長 所以這是非常好好的一件事情 要保證濕度跟溫度 所以這個温度是在這裡 如果你們在這裡很高 我們也嘗試保證 它其實是最好的温度 它是最好的温度 Kontessa他們的酒會放在橡木桶 至少是兩年的時間 兩年之後裝了瓶還不能馬上賣 裝瓶之後還要放一年的時間 讓它有更加的穩定之後 我們才會去買這一瓶酒 總而言之 這一瓶酒 從採摘到釀澡到賣 至少是三年的時間 三年啊 所以它其實 是因為創造了一個小的回聲 希望你有沒有聽到我的講話 有回聲 啊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 不同名字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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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有些人 有些人 因為我真的想要去買 但我不確定是 那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美酒 既是藝術 也是生活 關注IVY的微醺酒館 帶你品味 樂趣人生 下期節目我們再見